请问 因为我现在 我接下来 接下来 我接下来 我真的很希望说 你们 如果可以的话 这边 这一张图 这一张图 我先稍微放到这个地方 这一张图 我觉得我想先去写一些知识 放在这里 你知道 知识是非常 所谓知识 就是一些你看到的现象 因为 以后当你换资料 你只是按重新整理 可是你要做什么事 就是看这个知识 有没有变化 所以我觉得 这边来麻烦请点 这空白地方 请点一下 请输入 文字 方块 请问一下 我们看到了什么 左边这张图 各年 这是各年吗 各年 各年 各年的那个 各年的 用药 日数 日数 重叠 日数 逐年 下降 可以吗 第二 2013年 2013年 下降幅度最大 2013年 下降幅度最大 是因为 是因为 好 请你们自己去查了 凡走过必留下痕迹 一定有新闻 一定有政策 不然 请问一下 难道说是突然之间就是 那个 绝对是一定有一个政策 也许他在那个 那个 系统上面 他有提醒医生 说这个病患 曾经怎么样怎么样 曾经在什么医院 已经领过什么药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策略 可以吗 好 然后 接下来 请问一下 那个 在这个地方 3 那个 我就写2021年 数据不完整 就是别的都是 是整年来去做一个平均比较 可是2021年只有第一季 你觉得第二季大概应该快出来了 但是现在 10月4号 你觉得有可能出来第三季吗 不可能 好 对 就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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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了如果可以的话要看主管愿意要求至少要写几项真的好接下来这个知识这个知识是需要验证的但是我们现在没有验证至少我们可以写观察到的现象对不对可以讲现象请问一下 假设你拿到2021年第二季的资料拿到2021年第三季的资料 这个时候是不是重新整理 你这张图已经画完了 你只是在做比较 比较什么 就是比较你现在所写的这个现象 可以理解吗 应该可以理解吧 好 这个现象的比较这是很重要的重点 也就是我们报告的依据 如果 例如说好了 你可以跟例如说跟主任报告的时候说无差异变化 对不对 是因为你观察了现象没有任何改变 可以理解吗 不然你们报告的时候你们在报告什么 而且而且这个时候这些图啊原则上原则上只是后面一直在画出来 他可能就会往下掉了 好 接下来我这张图还没有讲完 请问一下 当你现在看到他的时候 对不对 当你现在看到他的时候 我们应该会很关心2013年有看到吗 2013年是不是整个掉了这么多 他是不是下降 所以接下来